强生疫苗今天开始,运抵德州,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州卫生官员周一说,新的强生疫苗的第一批将于本周二抵达德克萨斯州 针对新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的首批24000剂疫苗 于周二、宋达、达拉斯、塔兰特和哈里斯县的联邦疫苗接种点 该州预计下周将向德克萨斯州各地分配超过20万剂疫苗 官员们说,新疫苗不需要向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接种两剂 也不需要极度低温存储,从而使存储和分发变得更加容易 该疫苗非常适合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无家可归者和其他人 他们有可能无法预约第二剂 随着疫苗开始接种,活动病例和住院的估计持续下降 该州周一估计有156,989例活跃的新冠病例 比周六的估计少了4,327例 截止上周日,还有5,611例需要住院治疗 比该周六的总数少了85个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在过去的两周中 德州平均每日新病例滚动数下降了3102.3起 约为29.3% 现在的上护已经是本分类估计得了4103 上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重链 全部重链板中的重链板中的重链板中的重链道 上护约翰霍公主空的共链板中的重链板中的重链板中的重链和深东西